大家好,在这个2022年9月26号 就是前两天由这个俄罗斯 向德国输送能源的北溪天然气管道项目 北溪一号跟这个北溪二号 位于波罗的海海底的这个管道发生了爆炸 导致大量的天然气泄露到这个附近的海域 那么这个管道爆炸数是属于国际海域 2022年9月26号凌晨2点03分 北溪二号管道首先被侦测到发生了爆炸 爆炸造成李氏2.3级的地震 17小时以后附近的北溪一号管道也发生了爆炸 强度为李氏2.1级 目前这个爆炸造成的泄露点一共有四处 这些都不是小裂缝而是真正的大洞 丹麦海事部门关闭了泄露点附近的五海里的海域 并要求途经的飞机他们的飞行高度不能低于事发的海平面1000米 那么大家普遍认为对于海底管道进行破坏 不是一般的恐怖分子能干的事情 要有潜水艇跟专业的潜水人员 那么这种只能是国家行为 而且波罗的海是几乎封闭的潜海 每一个动作都被沿海国家船只跟踪和观察 没有专业的军事素质的团队几乎无法完成这个事情 很多朋友都知道 好多的欧洲国家的能源供给都依靠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是一个能源大国 盛产石油还有天然气 尤其是天然气 欧洲国家的供卵还有做饭都依靠它 可以说从俄罗斯输入的天然气 是欧洲生存的命脉 北溪一号和北溪二号的输气管道 长达1222公里 是平行的两条管道 把天然气从俄罗斯通过海底管道输送到德国 相当于北京到上海的距离 绝大部分的管道都位于海底 在水下60到110米 那么北溪管道也是世界上最长的海底管道 俄罗斯通过北溪天然气管道向23个欧洲国家出口天然气 每条管道每日可输送1.6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那么北溪一号这个管道已经于2011年开始投入使用了 其中供应德国的天然气占到德国总消耗量的一半 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也已经建好了 但是还没有通过验收 之所以没有通过验收 就是因为这个俄乌冲突 所以在美国的要求下 德国政府暂停验收 虽然没有使用 但是这里面也充满了天然气 就是为了抵抗海水的压力 实际上这个美国一直不同意建造这个北溪二号的管道 2019年美国就公开跟德国说了 如果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投入运营的话 将使得欧洲不必通过乌克兰就进口天然气 那么乌克兰的安全政治地位将会逐步的下降 俄罗斯介入并干预乌克兰冲突的危险就会上升 此外欧盟也会因此而对俄罗斯的能源产生依赖性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那么这次北溪天然气管道被破坏究竟是谁干的呢 目的又是什么呢 无论美国欧盟还是俄罗斯都认为这个是人为的破坏 那么俄罗斯总统跟托尔西总统他们的谈话中也说了 这个北溪天然气管道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国际恐怖攻击 但是美国指责这个事实际上就是俄罗斯干的 俄罗斯指责美国是美国干的 那么这个北溪管道被破坏 那么这个结果造成谁的收益最大 谁就有最大的嫌疑 那咱们先说几个事情 2022年6月16号 那么北溪一号的供期量降到每天不超过6700万立方米 那么此举造成欧洲天然气荒 很多国家包括捷克 德国 意大利 瑞典以及英国等等 就是因为天然气短缺而导致价格暴涨 所以这些国家各地都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设备活动 那么大批的民众上街要求自己的国家停止制裁俄罗斯 停止跟俄罗斯的敌对行为 希望能让俄罗斯恢复正常的供气 2022年7月27号 俄罗斯借口检修 北溪一号天然气管道的一台乌轮机就停止了运行 供期量再减少一半 2022年8月31号 俄罗斯再以维修为理由 那么完全停止了通过北溪天然气管道向德国供期 没期三天 2022年9月2号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声称 由于多数设备的故障导致涡轮机无法正常的运行 所以北溪一号将完全的无限期停止供期 直到故障排除 9月26号 北溪管道就被炸了 乌克兰就说了 北溪管道泄露事件 无非是俄方策划的恐怖袭击和对欧盟的侵略行为 因为俄罗斯想要破坏欧洲经济形势 并在冬季到来之前引发恐慌 但是也有很多人指责这个事应该是美国干的 为什么说是美国干的呢 因为美国总统拜登早在今年2月份 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表示 说句题外话 那会儿俄罗斯还没有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决事行动 拜登就说了 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那么北溪二号将不复存在 美国将终结北溪二号 当被问及如何做到的时候 拜登没有细说 只是说我向你保证我们有能力做到 而且就在几周之前 德国联邦政府就收到了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警告 称位于波罗的海的北溪天然气管道 很可能会遭到袭击 波兰前外交部长以及国防部长拉多斯瓦夫 在这个推特上发文 配上了北溪管道泄露的图 他还写上了谢谢你美国 这个意思呢被大部分解读为呢 他感谢美国炸毁了北溪天然气管道 感谢拜登对于呢 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将会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承诺 他呢还发文说了 乌克兰和波罗的海三国呢 花了20年时间呢 反对北溪天然气管道这个项目的建设 现在终于看到价值2000亿美元的废铁呢 增上海底了 不过事后啊 他又删除了这些帖子 他改口说了 他只是非常乐意看到北溪天然气管道呢 不能继续供弃了 而这是波兰政府一贯以来的目标 他表示具体是谁干的 这个呢仅代表其个人的推测 而不是波兰政府的立场 那美国当然不承认是自己干的 他们的国务卿布林肯声称 有初步报告表明管道泄露呢 可能是由于啊 这个攻击或者是破坏 但这些呢都是啊 初步的报告 我们呢还没有这个得到证实 他表示呢 如果这个消息啊得到证实 显然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他还说了 美国准备呢 向进行调查的欧洲国家呢 提供支持 布林肯说了 美国啊以及他的盟友呢 正夜夜即日的关注欧洲能源安全的问题 有网友就认为啊 在班里啊 如果有人呢偷偷干了件坏事 要是实在找不出嫌疑人是谁的话呢 一般就要看是谁呢经常干坏事 谁经常做事啊不择手段 谁经常呢睁眼说瞎话 电脑黑白 谁经常呢抢人东西 还真正有词 那就应该是他干的 好了今天这个小节呢我们就分享到这 别忘了长按点赞关注和转发 谢谢